Hello, 大家晚上好 看到這個架勢, 大家知不知道我想跟大家分享些什麼呢? 很簡單的, 一個醉雞鍋 不過呢, 我會有些很特別的方法 外面是吃不到的, 大家看下去, 看看我怎樣做 首先, 現在水滾了, 我做什麼呢? 我用了兩隻大雞, 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平時用的, 這個是站光雞, 因為它夠瘦 我把所有骨, 雞翼, 那些多骨那些, 全部進去水 為什麼呢?這個做湯底的 不用這樣, 就不用混合其他的 什麼龍湯寶, 什麼那些增味劑 OK? 現在呢, 我首先呢, 就先飛一飛水 接著我介紹材料, 醉雞鍋就很簡單的 今天呢, 我就用了兩隻雞這麼多 鮮頭那部分呢, 就用來飛水, 做湯底 這個部分用來做什麼呢? 待會兒要醃一醃, 讓它滑一些 讓那些小朋友吃到舔舔來, 為什麼要兩隻雞這麼多呢? 今天有十個人來吃飯 好了, 先介紹一下, 醉雞鍋呢, 很簡單的 大家不需要去懷疑, 或者去怕, 到底怎麼收拾藥材 是, 那麼呢, 你一去到藥材店 你跟它說, 你說我想收拾這個醉雞鍋的馬 這樣呢, 它就會問你, 你到底多少個人吃啊? 用多少料啊? 那麼它就會懂得收拾給你了 這裡呢, 就30元 今天呢, 就用兩隻雞, 我要做兩煲出來 就是分別, 做兩煲, 這樣那個味才可以接觸到的 如果是一煲吃到底呢, 十個人吃是不夠味的 好了, 那就介紹一下這些材料先 那有, 這些是什麼呢? 村公啦 跟著之後, 北旗啦 跟著之後呢, 哦, 我先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那有天麻, 有淮山 那全部呢, 就用滾水浸過的 那有杞子, 哎呀, 我抄來抄去 不見了, 哎呀, 這個, 當歸, OK 跟著之後呢, 生薑片, 就是這麼多東西的 跟著之後呢, 一隻雞, 我就放 這個是640ml 粥一瓶的, 這個是陳綿 這個, 陳綿, 這個, 花雕 陳綿, 那我還開那隻牌子, 其實還有其他的 有塔牌的, OK 那這個叫做古月龍山, 啊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就等它飛水 那我介紹一下, 那這個雞呢, 要醃它呢, 就很簡單的 拿鹽, 油, 生粉, 三氧, 醃一醃它 那一吃的時候呢, 就煮熟它, 就吃得了, OK 就讓它滑一些, 吸一吸味就可以了 不用很猛葉的, 如果猛葉, 即是重手葉的話呢 反而是, 失卻了這個雞酒的味道 那好了, 那, 除了這些之外, 哇 啊, 親愛的豉頭婆, 今天大手筆啊, 這裡足足呢, 哈哈 差不多一斤的雞蒲翅, 她說, 嘿, 你光顧開豉蛋吧 我說, 不是啊, 我說這一盤, 我看下去, 起碼三十元 然後她秤一秤, 說, 四十四元, 哇, 真是多謝你啊 那, 雞蒲翅呢, 雞酒很好吃的, 好啦 一說到醉雞窩, 喂, 大佬, 我放這個整支酒下去啊 立即有人會問, 喂, 我不能喝酒的啊, 這樣 那, 其實呢, 很多人誤會了, 或者呢, 她根本未吃過雞酒 或者她覺得雞酒, 即是自己煮, 譬如媽媽煮, 通常都是 生完子女之後呢, 生完, 帶完肚之後, 吃的補身東西來的嘛 那, 很多人就以為呢, 落這麼多酒, 一定是很重酒味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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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雞窩我一定要煮它三十分鐘 那煮它三十分鐘呢, 其實已經大部分的酒精已經揮發了 只會剩下最後的酒香, 不過呢, 因為我用的是, 這個, 為什麼我要用的是, 這個是, 這個可以了 我慢慢介紹一下, 哎呀, 等一等先 其實呢, 醉雞窩就沒有大家想像那麼醉的 好, 接著就, 大家看到我這隻鑊嗎? 我終於又用這隻二結鑊, 因為為什麼呢? 煮雞湯嘛, 打火鍋嘛, 幫麵洗嘛 那, 因為呢, 我不是在個極高溫的情況之下呢, 去撞冷水呢 那, 所以呢, 就變了, 變了, 就對這個二結鑊就沒有那麼傷的 那, 所以呢, 我就用二結鑊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開火先啦 接著, 我做好些東西, 我再繼續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雞窩很簡單的, 基本上, 你把所有東西都放進去, 你不用管它 那, 我現在做的是第一鍋的醉雞鍋 好, 那, 接著之後, 一下一點水, 開火, 就把所有材料都放進去 接著之後呢, 就把這個, 所有的雞件都放進去 哎呀, 對不起呀, 多水那一頭 我一下, 講得興奮那一頭, 等我一會兒 那, 將所有的藥材都放進去 接著, 下水呢, 大家要預算, 要下酒的份量 好, 先放出來, 好了 大家有沒有見過, 整瓶酒倒進去呀 嘩, 多爽呀, 真的 整瓶酒倒進去 大家看看, 經驗呀, 除了我有一些 頭腦發熱, 上過龍之外呢 基本上, 我的, 即是, 下飯的份量是很準確的 是, 好啦 那,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立即放兩根鹽 兩大根鹽都不怕 那, 那, 我現在放鹽呢, 大家有很多疑問的 我一件事解釋啊 好, 那, 那, 現在繼續煮它了 那, 首先呢, 為什麼要用兆酒, 而不是廣東米酒呢 因為廣東米酒的酒精度非常之高 它揮發的時間呢, 可能需要更加久的時間 所以, 我不用它 當然, 大家如果真是這麼介意 這麼喜歡吃這個廣東米酒的話呢 放一瓶廣東米酒, 500ml 左右 OK 那, 混合那些水, 那就剛剛好 那, 那, 你要多少份量 一隻雞, 一瓶酒 啊 就, 一隻雞, OK 好啦 大家, 先頭看我做呢, 有兩個疑問的 第一個疑問呢, 就是 嘩, 大佬, 你放整支酒下去, 喝醉我 這個, 我先頭說, 錯, 錯, 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雞鍋來講呢 醉雞鍋來講呢 其實起碼要, 我講過很多次的了 你做雞的話呢, 你是燉湯的話呢 你起碼半個小時才開始出味的 那所以呢, 你燉了半個小時 煮了半個小時之後 基本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酒呢 蒸呢, 就已經揮發了 再加上我用的是低濃度 即是低酒精度的酒 那大家說, 如果大家想喝米酒的香味 同時間又不想這麼高濃度的酒精呢 我建議大家用台灣米酒 或者是日本清酒 那日本清酒其實都是米酒的其中一種來的 OK, 行不行 好了, 因為酒精濃度不高 你煮了半個小時, 其實它揮發得七七八八 再是煮多它大概十分鐘 即是四十分鐘左右 基本上, 所有的酒味都不見了 即是所有的酒精都不見了 不是酒味不見了 酒精不見了 OK 好了, 第二個疑問是 喂, 你這麼早下鹽呢 會不會... 我馬上抽氣先 現在還沒滾 隨便它 會不會呢 即是說... 會酸呢 本身呢, 紹酒呢 大家都知道的 是帶一點點酸味的 甜甜的 是啊, 會酸的 喏 怎樣可以令到下了鹽的紹酒都不會酸呢 又是啦 你煮足夠時間 超過半個小時的話 那些紹酒的酸味就會慢慢消失 你越煮得久 那些紹酒那種酸味就會揮發了 行不行 大概都是四十多分鐘左右 就什麼都不見了 什麼酸味都沒有了 剩下的是酒的香味 以及是雞的香味 喏 我臨時臨急 昨天才改的 本來呢 我臭小子就說 想吃這個冬飲功火鍋的 但是呢 昨天呢 我做了個雞酒 就讓它孤傘吃 因為它孤傘大病初遇 所以就需要補補身 喏, 我說一下 醉雞鍋呢 男人來說呢 就可以遇寒暖胃 健脾 甚至無什麼什麼 那女人來說呢 就是滋陰 補腎 補氣 OK 行不行 那這隻雞酒呢 即是你稍為是 不要煮那麼久的雞酒 是更加是可以幫助到 大吐婆復原的 即是生完之後復原的 行不行 好了 先跟我說 越煮得久 它的酸味就越走去 好嗎 所以 大家完全不需要擔心 但是一定 你不要學自專業餐廳 那樣 就是 丟個雞鍋出來 然後呢 它加料下去 然後呢 它一煮一陣就吃 如果這樣 大家 大家在家裡 是吃不到餐廳的味道 我們在家裡 怎樣可以令到這個雞鍋 醉雞鍋 是要給專業餐廳 還要更加好吃 怎樣做呢 就好像我現在的做法 要等雞出了味 那就把所有的骨頭 丟掉下去 行不行 OK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呢 是 給專業餐廳 就多了一樣東西 就是真正的雞味 那為什麼我要先放鹽下去呢 我之前都曾經介紹過的 你如果煮蒸雞湯的話 你什麼都不用下 薑片都不用下 總之呢 雞件 丟掉下去之後呢 或者雞骨丟掉下去之後呢 即加鹽 那些鹽的作用就是 勾那些雞的雞味出來 然後就變成一個高湯 即是微蒸 微蒸這家東西呢 就叫做谷安酸臘 這個谷安酸臘呢 其實是有一種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追求呢 原因就是你吃完之後呢 是會有一種愉悅的感覺的 喂 我們吃東西無非求口福而已 求口福無非都是求開心而已 是不是 那現在我告訴你 有一個 哇 一個原始的做法 可以等同於味精 不過大家要花一點點時間 好不好 那我就不說那麼多了 我剩下這些東西呢 即是那些雞呢 我要馬上醃了它 OK 大家等我一會 我先放一些東西 啊還有 除了雞件呢 之外 我還要介紹一下 其實醉雞鍋呢 我告訴大家 一定要加這兩樣東西 松草花和木耳 那這裏呢 我就用了大概 三十多元左右 那就三兩松草花 再加 不知多少木耳了 反正老闆隨便撿給我 當半菜半賣 有了這些 口感就非常飽滿 這些是軟滑 跟著重雞味 跟著這些呢 吸上雞汁之後 嘩 不得了 爽口的 因為木耳爽口的 現在呢 開始滾了 我先開抽起扇 這樣呢 現在酒味開始揮發出來了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醃雞了 醃雞就很簡單的 不需要太過複雜 首先呢 這裏呢 其實是捉三根料的了 OK 捉三根料的了 所以呢 我這個時候呢 我就放 大概是三根鹽 什麼都不放的了 只是放鹽的 所以放鹽 可以放多一點都不怕 不需要戒懷 跟著然後呢 生粉 然後呢 油 生油 不要放 不要 懶得放芝麻油 放芝麻油呢 就完全破壞了 它純粹的那種雞味了 OK 那如果家裏沒有芝麻油的呢 沒有生油的話 那粟米油啊 怪花籽油啊 或者是 甚至沒有這個 橄欖油都可以的 那現在呢 我就要 拌勻它啊 那大家看到的 我現在呢 我就完全呢 就沒有 放其他的調味料的 只是鹽的而已 那為什麼要加鹽呢 其實這樣呢 是可以勾到那些 真正的雞味出來 都其實是一種很清甜的雞味道 那現在呢 拌勻 現在這裡 滾了 因為多水那頭 有點滿舌 那所以我 揭開一點點 那我現在 不好意思啊 應該要計時 那 因為我的手濕了 那我不管它了 好 嘩 現在幾點啊 啊 八點半 是啊 因為呢 我兒子那些朋友呢 他 成九點鐘才到 那所以呢 我就慢慢做了 那現在 算得準了 剛剛客人 入到來呢 就剛剛好 那個雞湯呢 就煮好了 那就醃了 一路拌勻 拌勻到它呢 就 起了膠為止 因為它本身都自己會有少少水的 因為我洗完 我都不是認真去過清它 就是認真去隔清水 我特意的 OK 那拌勻到它呢 起了膠為止 那這些雞呢 就吸了那些鹽啊 吸了那些生粉啊 吸了那些油呢 就會很 就是會是很滑的了 等一會 好 那 那 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texture先啦 那 我已經沒有了水的了 OK 那我現在 收了那雙手套先 接著就進入下一步了 我要換爐了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要開那些 開那些 開那些 醬油汁啊 好 哎呀 等一會啊 放到這些東西到處都是不要介意啊 因為呢 真的小弟的地方實在太過淺窄了 那我現在先著了另外一個爐啦 關掉這個啦 好 這個呢 繼續煮 這邊 繼續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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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呢 我就要 開始呢 就要製作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那些火鍋料啊 這個 放了啦 好 哈哈 今天我終於 夢寐以求 買到這隻新鑊 哇 這隻輕到呢 兩隻 都是鐵鑊 這個呢 就屬於生鐵鑊 或者其實就不是生鐵鑊 是蒸鐵鑊 這隻呢 就屬鐵鑊 日本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 日本東西 這樣呢 兩隻的口徑是一樣的 但是呢 這一隻呢 那個 就是 再重量呢 那個 容積就大些的 這個專門用來炒大碟 大鑊的東西 這個呢 輕手啊 平時用來煮飯用啦 啊 新時間 三日香啊 好了 那 這隻是熟鐵鑊來的 很精美 那 應該大家已經看過我的開鑊片了 都是這樣開鑊 好了 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笑一笑它 它很快的 很快 很快燒熱的 那我先關火 接著介紹一下 嘩 幾多東西 嘩 即是我們做一場宴會呢 就要考慮到客人 到底 它的口味如何 吃得辣 這碟 不吃得辣 這碟 OK 這樣呢 就開這個是火鍋豉油 那有什麼呢 蒜蓉 辣椒 蔥 蒜 蒜 蒜蓉 蔥 那 好了 跟著之後呢 哈哈 我的獨步單方 這些是什麼來的 大家知道嗎 這些是 新鮮的沙薑 它用來爆油呢 是特別適合吃海鮮 吃火鍋的 好 那 那我首先呢 我就要攪一攪這裏 不是完全什麼都不理的 那 首先呢 大家看著這盒東西了 那我要 下糖 一匙 兩匙 一匙 兩匙 那這個碟仔 我都不知道幾多米 總之一個碟仔為止 OK 好了 跟著之後 下少少的 胡椒碎 胡椒碎 不是胡椒粉 胡椒碎 撞熟油呢 香很多 和清很多 是清的 OK 好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現在 一樣 不要理它什麼鍋 我們一樣背口缺 只不過呢 因為這隻鍋呢 它薄很多 和輕身很多 所以它傳熱更加快的 之前呢 我用另外 即是一直用的那隻鐵鍋 它就是 它就是 慢一點的 可能要兩分多鐘才燒熱的 這個呢 分半鐘左右 就可以燒熱的了 好了 一樣是背口缺 一樣是用眼睛 什麼呢 大火 燒鍋 建煙 落油 無論任何一個 你用得鍋的話 都是要背這個口缺 建煙了 跟著之後呢 這次呢 我就落一半豬油 一半生油 一半生油 這樣混開它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一冷了 會凝結的 如果純豬油的話 OK 可以多一點油 都不怕的 大家看著我怎樣 開這個 火鍋的甜豉油了 所以說 雙爐頭有個好處 我同時間做 半個小時 搞定所有東西 如果呢 你是逐個步驟做的話 就是做死你 大家說是不是 好 好 現在可以了 跟著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 新鮮的沙薑 放下去 稍微提一提 OK了 打爆就可以了 這樣就不用爆得太厲害的 OK 好 搞定 見它有少少金黃色就可以了 跟著之後 嘩 倒下去 大家有個疑問 咦喂 它這麼熱呢 你用膠 膠的行不行 那就 總之你不要直接碰鑊底 高溫 最高溫的位置 超過一分鐘的話 這個是不會用的 這個膠放心 它本身就給你這樣用的 好了 現在 可以了 搞定了 好 跟著之後做什麼呢 放 清水 大概呢 就放這個 50至100秒左右 視乎大家 這樣呢 就可以有效地 溝淡 那些生抽 OK 生抽 有幾多 倒幾多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放老抽 好 嘗嘗 嘗嘗 好 嘗嘗 吃呢 就還有半個小時 那所以呢 就這個 這個呢 大家可以放心 由豉油去浸熟 那些蔥 涼的豉油可以浸熟 那些蔥當然可以了 因為它有鹽 有鹽就可以煮熟 它了 這樣那些豉油才會香的 嘗嘗 嘗嘗 剛剛好 這個呢 我現在做的這個呢 就是適合所有的人的做法 就是那個吃法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嫌它不夠香 嫌它不夠鹹 不要加鹽 加雞粉 啊 就是 大家呢 記住 大凡調味呢 你先淡後鹹呢 你就可以改的 但是如果你一下去 立刻重手呢 我告訴你 你改不了的 你即死啊 OK 行不行 那這個 有鹹有不鹹 基本上呢 那個 就是 火鍋豉油呢 那個甜豉油呢 就是這樣開了 跟著之後呢 你喜歡的 現在呢 就開始有些鹹 就會是適合鹹蟲 嗯 對了 那 如果鹽它不夠辣 我擺好 才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值得 因為呢 我家裡呢 很差多辣椒醬 看看先 拿齊味先 咦 還有這個 哈哈 我由這個 五辣排到最辣 好 給大家看 咦 咦 這裡 二四六七 暫時七樣 遲些有第八樣 因為 我 我在粵和呢 訂了那些 辣椒醬回來 我就試一下它 即管試一下它 咦 不辣的 四川味 四川味 貴州味 四川味 四川味 泰味 辣的 馬來西亞味 桂林味 廣東味 OK 行不行 這個就後嫁了 所以 希望大家明白 現在我就由淺入深 又不辣變辣 希望大家就明白 我們要開一個 好吃的火鍋 就這樣來的 我先放些東西 咦 為什麼放不進 行了 OK 搞定 基本上 就開完了 我就不阻大家的時間 待會半個小時之後 看real time 現在十一分鐘多 即是還有十九分鐘 待會看看 我接下來怎麼做 OK 待會見 好啦 大家 其實現在 已經是三十七分鐘 為什麼要這麼久呢 因為鮮頭過了三十分鐘之後 因為它已經煮乾水了 所以我加水 讓它再滾過 這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下雞了 那 想吃多少 就下多少 以它那個翻滾為主 OK 跟著之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下這個 因為地方太窄了 所以沒辦法 下這個 從草草花 又是吃多少 下多少 我們下這個 下這個 雲耳 這個不是雲耳 木耳 對不起 因為木耳才爽口 雲耳就沒那麼爽口 好了 跟著之後呢 就把這個雞雜都放進去 又是吃多少 放多少 這個要留下一鍋 這個雞雜裡面 雞葡萨有很多東西 有雞心 雞卵 有這個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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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 是 整天 有時候都是 講不到話 突然間 腦部閉塞 那 基本上這個醉雞鍋 這樣就完成了 基本上就不用怎麼調味 現在稍微試一試味 看看它夠不夠 那個濃度 濃度是應該夠的 主要就是試一下它那個下味 現在呢 還有少少輕輕大酸的 但是呢 等下再煲多一會兒 上到桌子之後呢 它們繼續煮著 那些酸味就完全沒有了 留下的就只有走香 那這個時候 因為太大煲了 不夠味 那所以呢 我又放 大概一匙鹽 那因為呢 我們那個火鍋 又火鍋 豉油 所以就不需要是 調得太過濃味 太過鹹味 那這個火鍋 有個好處 就是這個醉雞鍋有個好處 就是你煮完 就是煮完 那些 打完煙爐之後呢 你直接可以喝湯 是很補好滋陰的 好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了 跟著之後 待會兒我出去 就是 出去客人的大廳那裏 那裏 讓大家看看我們接下來 怎麼吃東西了 那就蓋上蓋子 那等一下見 哈 哈 哈 現在今天 這個只是部分的外式 那我就做了個醉雞鍋 那這個是第一鍋來的 來的 來遠那裏呢 來遠那裏呢 就是有個炒羊肉 那今天 十個男女聚會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我做個 就是 火鍋豉油啦 那很簡單 大家看到 那就是一餐的了 那 希望大家看到之後呢 就可以自己做 可能因為太多東西做 就比較複雜少少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 那大家看那個醉雞鍋呢 就很簡單的 其實 不過有一件事呢 就是 我很有信心 就是因為我都會吃過外面的東西 我這個醉雞鍋 就肯定是夠了味道的了 夠了雞味的了 OK 那就不妨礙大家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